在贺金章面前站了一个大老道 八十开外了 头发胡子眉毛全白了 这个老道道号玄子敬是一位文武奇侠 出家在华山的黎汉宫 老道长把贺金章背到黎汉宫 经过十几天的精心护理 贺金章慢慢的恢复了知觉 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老道救的 赶紧下地就跪下了 道爷您发个慈悲把我收下吧 挑水劈柴做饭我伺候您 玄子敬把贺金章掺起来 他发现这孩子身子骨结实 适合练武 行啊 我这一辈子没徒弟就收你为徒吧 从这书起 贺金章每天跟玄子敬习文练武 而且练习书画 十年之久练的是文武双全 这天老道长就跟贺金章说 孩儿啊 你的能力学成了 威师给你一对兵了 玄子敬说着 就把早已然打好的一对 乾坤八卦掌给了贺金章 孩儿啊 你到了华山已经十年了 也是你我师徒的缘分 你的师父跟你的师弟师妹 不见得被大风夺取的性命 你功夫学成了下山吧 寻访寻访你的亲人啊 金章给师父磕了头 师徒二人撒泪而别 贺金章下了山就奔了华音县了 等到了华音县一打听 这当地老百姓没忘了十年前那场风灾 爱听戏的人就告诉贺金章 你打听佟金灵啊 佟金灵可红了 现在名字都改了 叫赛中赛了 那场大风啊 他们爷儿撒一个没死 贺金章高兴极了 那现在他们爷儿撒在哪呢 贺金章逢人就问 逢人就打听 打听出来了 赛中赛啊带着戏班去了天津 贺金章赶紧到了天津 找到了同家班唱过戏的戏园子 这掌柜的就跟贺金章说 你找佟子明啊 上北京了 人家赛老板眼光高了 我给了二百两的包银 没想到北京大戏园子 月明楼的掌柜的安三太可 看上赛中赛了 嘿 给了五百两包银 整个戏班都带走了 你说我给这二百两 这二百两可全都归赛中赛 北京的安三太谁敢惹呀 嘿 说五百两包银呢 在月明楼唱戏的人都知道 大喷洗莲水你都得给钱呢 啊 这五百两银子 这五百两银子你一两也拿不走啊 赛老板上北京 把戏班全带走了 说的挺好 等到了北京 这安三太就要把这底包全轰回来了 听他们说了 安三太可没安好心眼啊 我看这赛中赛呀 落不了好 贺金章急了 离开天江上北京 到了先一口找到月明楼 见门前贴着大戏包子 上边三个大字赛中赛 可想进去根本办不到啊 钱已然花得差不多了 没办法找个小店住去吧 遇见好人了 贺金章住在顺镇门里 王家小店掌柜的叫王正石 老伴刚去世就一个人没儿没女 这老爷子刀比出神 过去常给人写状子 贺金章呢 就常帮着掌柜的干活 王掌柜也喜欢贺金章 爷儿俩呢 竟聊天 贺金章就把自己的身世说了 而且求老爷子打听打听 赛中赛的情况 王老爷子一皱眉 你打听赛中赛呀 跟你实说了吧 这赛中赛可没落好了 到北京三天 就让安三太给霸占了 安三太呀 想办法栽了赃 就把赛中赛的父亲 跟他的兄弟压在大牢里了 听说呀 他们这老爷子童子名啊 依然死在南间了 贺金章就急了 两只眼睛都直了 老爹 您说的是真的 哎 这个姓童的老人 就死在万平县的大堂上了 老爹呀 我得求求您 我想见我师妹一面 我得给我师父报仇 报仇谈何容易呀 惹得起难把天嘛 孩儿啊 你也怪可怜的 我帮你想想办法 这王正石老爷子真好 打听了几天 听说月明楼 戏班缺一个唱舞声的 他就找这打鼓的商令 想办法把贺金章 搁到戏班里 这打鼓的还真帮忙 就跟安三太说了 安三太说好 让他跟塞中塞对着戏 定好了日子 打鼓的带着贺金章 进了月明楼 见到佟金灵 佟金灵看见师哥可愣了 十年没见了 可现在佟金灵 落在安三太的手里 他敢说话吗 两个人对完了戏 佟金灵告诉安三太 三爷 这个人跟我配戏很合适 所以呢 就把贺金章留下了 贺金章虽然留在了戏班 跟佟金灵一块唱戏 可没有说话的机会呀 只要戏一散 车在外边等着 卸了庄 佟金灵就得走 快开戏了 佟金灵坐着车才到 上了庄就唱戏 两个多月过去了 佟金章是真着急呀 这天刚三戏 天将大雨 接 佟金灵的车还没到呢 后台的人全走光了 贺金章一看 就剩下自己跟师妹了 过去就问 师妹呀 你还认识我吗 我是金章 师哥 我怎么能不认识您了 你得给我报仇啊 师哥呀 爹 跟弟弟金苗还在南间呢 师妹呀 你还蒙在鼓里呢 爹已然死在大堂之上 弟弟还压在肩中呢 佟金灵是差点枯死过去呀 师兄啊 我逃不出安三胎的手心了 你想办法给爹报仇 救出兄弟金苗 我死在这儿 我认了 贺金章再想劝佟金灵啊 语住了 外边车把是喊上了 佟老板 语住了 您上车吧 佟金灵赶不走嘛 只好擦了他眼泪 金章哥 你一定要给爹报仇 师妹 你放心 你先忍来一时 我也想了 咱们惹不起安三胎 可西文里头有存余状啊 北京是天子脚下 咱们想办法 见皇上存余状 师兄 就按你的主意办 你快想办法 我现在可出不去呀 师妹你放心 佟金灵只好走了 贺金章两眼发直啊 王老爷子告诉我 安三胎勾结官府 走动衙门 他还有两个 有权有势的哥哥 大哥安凤仪 是个万户侯 在山西太原外索仙头 是山西的一霸呀 他的二哥安凤婷 是山西的镇台关 官拜四品 要打算斗倒安三胎 给师父报仇 可不容易啊 贺金章一想啊 我得找王正石老爷子去 老人家刀壁出身 得让他想办法呀 贺金章打了酒 买了肉 到了王家老殿 爷儿俩坐着喝 一边喝一边聊 老爹呀 我要见皇上 传鱼状 给师父报仇 您得给我 想个主意啊 金章啊 见皇上容易吗 北京城怎么大 多少满汉官员呢 哪个衙门 怎么敢进去呀 再说 没钱也没法办事啊 老爹呀 告安三太太 花多少钱 你就是有二十万银子 你也打点不了 这场人命官司啊 得了 要打算传鱼状 我帮你想想办法 王正石 巴达巴达 抽了两袋烟 喝了三中酒 又想了半天 突然间 王正石是 记上心头